9月份,微博热搜似乎平静了不少,官方重拳出击,清理了不少娱乐圈乱象,都说娱乐圈又脏又乱,但是偏偏有无数人想往里面冲,其中步伐含着金汤石出身的华为小公主,姚安娜。 最近,姚安娜突然写新歌登上热搜,着实让小编有点意外。 今年1月,姚安娜强势宣布出道,脚踩皇冠,称为破格公主,随后就发布了她的第一支单曲,出道速度,热搜,新闻数量是明晃晃的不差钱,但这个MV的画风仿佛回到了千禧年间的K-pop时代,经费似乎又不够了,从小学习的芭蕾,对流行舞蹈似乎没有多大帮助,这导致她在MV中展现出的唱跳水平,在KTV或许可以一级绝成,但要当idol多少有点勉强。 姚安娜的新歌MV哭不哭,小编不知道,但看着应该挺贵的。 9月1号,姚安娜发行了自己的最新专辑,Sing, One, Art。 专辑中的三首歌,分别就对应着专辑名称中的三个字,在听歌前,小编却了解了姚安娜这张专辑的概念,万物生长,即有万物生长的姿态,结合专辑中每首歌的名字,期待值拉的还是很满的。 说实话,自姚安娜出道以来,网友始终抱着看笑话的态度,从一开始多个公主的名号打出来后,很多人都不待见她,再加上能力和资源不匹配,就更拉夸如今。 小编倒挺期待这位公主能够靠作品和实力站出来打众人的脸,只不过当小编欣赏完专辑中的三首歌后,才发现是小编太看得起她了。 咱别的先不说,就姚公主这唱功,根本唱不起这三首歌曲啊,嘎死了,练练声吧,有点气虚,气息不稳。 网友们真的有点听不下去了,为姚公主的前途操碎了心,更搞笑的是,大家还在网上自发地为新歌提供尬夸业务,争抢着想要做公主的水军。 看到这些带有调侃性质的评论,小编忍不住感叹一句,时尚无难事,只要前到位。 听歌或许太过片面,咱们再来看看那被夸上热搜的MV。 微博大V是这样评价的,特效有点故,还是个技术流。 然而当小编看了之后,差点没被尬死。 大家是不是对炫酷有什么误解? 在小编看来,MV里的那些特效,跟短视频平台自带的那种特效模板没多大区别。 特别是那一段七彩特效,个酷,真没啥关系,真找不到好词,梦幻,励志,红针也可以啊。 千万不要把网友当成瞎子,红字,傻子。 另外,MV中也有一些细节问题被网友指出,比如其中有女生拉大提琴的镜头。 就有网友指出,她持工的姿势不对,能不能请个专业点的人叫叫客串的女主。 网友如此吹毛求刺确实让人为难,但是也无法反驳。 不过小编也看得出来,当公众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时,之后她做任何事都得小心翼翼。 不知道姚安娜在被网友如此批评之后,还觉得娱乐圈值得逐龙吗? 其实,姚安娜身上一直充满了矛盾感,她自小学习舞蹈,作为华为公主,就算不是琴棋书画,样样精通,但比常人肯定是有优势的。 可是目前在她身上,我看不到任何做艺人的优势,她极其需要外界认可,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同。 但是做出来的每一件事,似乎都适得其反,她竹梦演一圈,说是为了梦想,但从她目前业务能力来看,小编着实看不出太多她为梦想所付出的努力。 包括唱歌时被网友指出的气息和音准问题,其实都是可以考练习避免的,但是就目前结果来看,姚安娜在竹梦这条路上付出最多的可能就是钱而已。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?别说,还真是。 姚安娜的这张专辑,抛去她自身能力上的问题,从制作上来讲,绝对是影级水平,歌词是华语乐坛著名音乐经理人姚谦写的,专辑是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陈伟制作的,就连那个一点都不哭的MV,都是出自知名MV导演黄忠平之手。 要知道,这三位大佬曾经合作的对象,都是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,小亚轩,孙燕姿,王菲等,不得不说,钱真是一个好东西。 她让姚安娜快速获得流量,拥有一个新人无法想象的优待,而这优待也是大家诟病姚安娜的一个问题,就算是顶尖的音乐制作团队,也救不了她能力上的拉垮。 没有天赋没关系,好好努力,大家是能够看到你的用心,有钱固然重要,可梦想终究不应该是钱砸出来的。 她虽然可以让你在娱乐圈这个地方快速爆红,却不是长久之机,实力不强,咱就低调点,也没事买热搜。 少在网友眼前,频繁梦的,不然一个不小心弄巧成竹,成为大家开喷的对象,何必找不愉快呢? 除了发新专辑,姚安娜还参加了中餐厅。 在中餐厅节目中,姚安娜的竹梦仍画风突变,热搜词条都是,姚安娜有点憨,可以看出,姚安娜的团队为了扭转她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,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 但这看似接地气的热搜,依然不讨喜,姚安娜已经出道这么长时间了,不管大家接不接受,心里有多不平衡,这都是不变的事实。 她每一次出现,都不缺话题和流量,虽然被群抄,但不得不承认,她是天上的话题制造者,自带流量,她不需要依靠资本,她本身就是资本,只要往那一站,就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涌向她,公司根本不需要费心去抢资源,但不要忘了,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的人,更何况姚安娜资质频频。 在姚安娜身上,我看到本甘无价的梦想,竟然明码标价了,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,这其中或许还架杂着,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。 出道集巅峰,是姚安娜依靠家庭背景而享有的资本,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拥有娱乐圈的顶级包装团队,但一部出道纪录片,没有带来相信的大众好感度,也更加验证了一个事实,资本能砸出热搜和资源,但一个人的持续走红,依赖的却是金钱难以操控的观众员。 作家夜三并不看好姚安娜的出道,面向不太行,气横横的,憋着一肚子冤枉的样子,不想多看,依人让人不想多看,还怎么红。